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就新时代中南关系发展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 一致同意 携手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携手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这是我第四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问南非 十年来我亲历了中南关系的蓬勃发展 中南关系之所以好 中南友谊之所以深 关键在于两国两党在各自发展道路上 休期与共结下了深厚友谊 当前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南非正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方愿同南方一道 传承友好 深化合作 加强协作 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携手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中南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 同志加兄弟是中南关系的本色 双方要加强两国立法机构 政党 军队 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中方愿同南非加强党际交流和培训合作 为非国大建设非洲领导力学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 中南要做共同进步的发展伙伴 互利共赢是中南合作的鲜明底色 双方要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 和中南十年合作战略规划为主线 巩固优势领域合作 培育合作新增长点 中方将扩大进口南非产品 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新业 减贫会农和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方愿同南非加强经验交流 帮助南非实施减贫示范村项目 第三 中南要做相知相亲的友好伙伴 民心相通是两国友好的生动体现 中方愿用好中南职业教育联盟 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等机制 加强两国职业教育 促进青年就业方面交流合作 助力南非培养更多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 双方要加强旅游合作 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技术合作和联合研究 让合作成果更多汇集两国人民 第四 中南要做维护正义的全球伙伴 独立自主是我们共同坚守的原则 中方支持南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一道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加强在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问题上协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 金砖国家秉持开放 包容 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书写了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 不同地域国家携手发展的精彩故事 成为南南合作的一面金字招牌 南非为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出精心筹备 我对此高度赞赏 我期待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 共商新时代金砖团结发展大计 推动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 中非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 坚定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 坚定支持非洲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我期待同你一道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同其他与会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 剥划中非团结合作新蓝图 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拉玛福萨表示 很荣幸接待习近平主席 第四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在南非争取民族独立解放 实现国家发展进程中 给予南非宝贵支持 在新冠疫情等艰难时刻雪中送炭 是南非真诚的兄弟朋友和伙伴 南中两国都追求各自国家发展繁荣 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上拥有相同或相似立场 建交二十五年来 南非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双方关系蓬勃发展 各层级交往密切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的投资与合作 有利促进了南非经济社会发展 对促进非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繁荣 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非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愿同中方密切党籍交往 深化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开展中国式减贫试点合作 扩大贸易 投资 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 制造业 科技等领域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南非投资新业 拉玛福萨表示 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 能源危机等 多重严峻复杂挑战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合作共赢主张 南非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都希望同中国加强团结合作 更好共同应对挑战 推动建立更加平等 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 感谢中方支持南非成功主办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南方愿同金砖国家一道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 一道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 推动非中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新时代实现更大发展 推动全球南方国家 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为深化金砖国家团结合作 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向更高水平迈进 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会谈后 拉马福萨向习近平授予南非勋章 这是南非授予重要友好国家元首的 最高级别勋章和最高荣誉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两国关于共建一带一路 新能源电力 农产品 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 蓝色经济 科技创新 高等教育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南非共和国联合声明 当天中午 拉马福萨在总统官邸 为习近平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